非常非常糟糕的消息 非常不高兴 我们刚从后面就是移民局 我们刚从移民局回来 得到的回答也很官方 就是 签证过期以后 你必须离开这 如果你不离开这 如果被查到的话 你将会上这个黑名单 也许你 可能不能第二次入境亚美尼亚了 对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可能就必须在期间离开这个国家 在这三十天之内 选一个国家我们飞出去 走陆路是不可能的 Land is blocked 走陆路是不可能的 只有飞出去 然后现在飞出去选国家的话 也只能选对我和他都免签的国家 对 对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两个国家 哪个国家 一个是白俄罗斯 一个是乌克兰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第二波疫情 这个隔离政策啊 入境政策都是随时在变的 对 兄弟们 少年 应该怎么办呢 少年 少年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走 是的 当然 我们一起走 两个去 两个去 没有一个去 没有一个去 兄弟啊 我要哭 然后兄弟嘛 然后他这边告诉我们 只有三种方式能够 第一个是工作 第二是学习 第三个是结婚 结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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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们不能再继续 但第三个是结婚 结婚的话 真的是一步慢 步步慢 步步慢 其实刚刚我都在想 其实今年我该跟他一起回中国了 就是因为 one taste failed 就是因为他有一颗挂了 然后他要再等 两个星期左右 或者三个星期 我那个时候就想着 反正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就先回国一步 回国过年 然后他就在三个星期左右 就飞到中国来 飞到成都来 对 如果我们那个时候 一起回国的话 说不定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且也不用担心 第二波疫情了 生活在中国 And we don'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virus 一步慢 步步慢 We will married already But now no Now nothing Just ring 就是 对 对 现在呢我们就需要考虑 now we think about how we can fix 但是我觉得 Go Ukraine Go Belarus 它是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是 Quarantine rules 现在去其他国家 真的是 风险太大了 我不是说病毒的风险 其实病毒的风险 在这个面前都是很小很小的风险 最大的风险是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下个星期他们就会封国 或者下个星期他们就不会再允许亚美尼亚人入境 因为现在亚美尼亚的每天的患病人数都是两千左右 对 对 然后我们不高兴 真的不高兴 这个风险太大了 So risky So risky 怎么办呢 怎么说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How to do 不知道 你以为你说兄弟吗 我们怎么办呢 先等会儿喝杯咖啡 喝咖啡 等会儿喝杯咖啡冷静一下 然后今天晚上再想一想 对 到底应该怎么办 到底是去哪个国家 到底怎么解决这个签证续签的问题 对 So So 不高兴 不高兴 But one minute高兴 嗯 她说喝了咖啡这边的人就要高兴一点了 嗯 我也尝试一下 高兴 高兴 我也高兴 觉得还是要保持乐观哈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哈哈哈 好了 现在练习中文 中文 我拿的是最便宜的 150 这个 190 嗯 嗯 So So Start to set again 不高兴 不高兴 回去再看嘛 回去我再查一下现在各国的入境政策 对 要走的话 早点走 不要拖到最后 万一航班取消了呢 对 我就变成黑户了在这 我们喝咖啡 OK 咖啡 所以 拜拜 拜拜 不高兴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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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不高兴再见 不高兴再见